嗨,大家好,我是卡森 经历了这么久,马来西亚终于重新开放边境啦 不知道有没有在外国留学或者是工作的玩家 趁这个机会回来马来西亚和家人聚一聚呢? 那么话不多说,就让我们开始这次的游戏新闻讲一下吧! 在4月5日的The State of Unreal 2022直播会上 Epic Games发布了Unreal Engine 5的正式版 并开放让所有游戏创作者下载 由于5还免费提供了黑客帝国觉醒里整座城市的四列项目 展示他们是如何制作这个场景 从而给予游戏创作者一个起点 让他们能从中学习,然后打造出属于自己的世界 同时还有LyraUnreal Engine 5初学者游戏包 让新手们能为游戏制作打好基础 而且还内置了模块化组件 让创作者们能直接开始制作、定制游戏 并为游戏贴加新内容,以进行游戏测试 UV5还推出了手机应用程序 Reality Scan 这能让创作者通过AR完成扫描物品 并把扫描的物品,直接拿来使用在游戏制作里 不需要花费多余的时间来制作物品模组 另外,直播会上还介绍了一些使用UV5的游戏开发商 其中包括米卡油、游戏科学、完美世界游戏 以及腾讯游戏等等 而最重磅的消息就是 Crystal Dynamics宣布 Home Raider的新作正在开发中 而且还会用上Unreal Engine 5来制作游戏 真的是相当期待这些作品出来的结果 原神因为在2.6版本修改了五星角色 8重神指的技能,而导致了大量网友眼上 甚至还有日本网友扬言要告米哈油对消费者进行欺诈 原本8重神指的沙森英会随机攻击场上的敌人 但在改版之后,沙森英的机制被修改成了 优先攻击离沙森英最靠近的敌人 这项改动引发了两个现象 第一个是雷元素攻击在攻击带盾的敌人时 不会造成太多的伤害 如果锁定了带盾的敌人,中途也不会切换到攻击后面的敌人 只会傻傻的攻击带盾的敌人直到结束 这对于不少玩家来说是很大的削弱 而另一点就是8重神指的恶命命之作 其中一个效果为扩大沙森英的攻击范围 而在原神中如果要升到恶命 需要玩家戳到三只同样的角色才能解锁 而不少玩家就为了有更好的战斗体验,就在游戏克了金 但这次的改动几乎让恶命的效果形同虚设 因为就算范围扩大了,游戏还是会选择最近的敌人来攻击 在事件发生的几天后,米哈游正式发出公告 宣布将把8重神指的沙森英锁敌机制改回到原本的机制 在额外发送100元时,给在4月6日下午4点前达到5级的玩家作为补偿 米哈游也在公告里说明,他们先前在测试的过程中 因为对战场景考虑不全,才制定出了这个不顾严谨的改动方案 对此他们感到十分抱歉 Netflix正在制作的海贼王真人影集,又有新剧照曝光了 不过那个美丽浩好像哪里怪怪的 好啦,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输出报 Ubisoft宣布将会推出新手游,Rambo 6 Mobile 游戏会和原版的Rambo 6 Siege一样 玩家将扮演进攻方或者是防守方,进行一场无一无的对战 游戏制作团队表示,将会尽力复制出和原版游戏一样的玩法以及体验 目前游戏已经在官方网站开放了预注册,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到官网了解更多 你们知道Netflix正在制作海贼王的真人剧集吗? 预告片都还没出来,就有多张剧照被曝光了 其中包括了罗杰的断头台,罗格阵,和梅丽浩等等的剧照 有粉丝就将剧照和漫画做的对比,看起来还原度还蛮高的 海贼王新手游又来了 海贼王梦想指针,是一款由东映正版授权 由智杰跳动旗下的游戏开发商曹西光年,开发的3D互动冒险手游 这次的背景设定在陆飞一行人在两年后的冒险 从2013年开播至今,晋级的巨人的动画终于要完结了 原本以为今年真的会完结,结果制作团队MAPA 因为需要制作更多的技术来呈现后半段的精髓 所以宣布晋级的巨人还有一季 晋级的巨人The Final Season完结篇,将会在2023年放送 这个地名,是真的有点久啊 Tales of Arise将不会有续作 不推出游戏续作是因为,游戏制作人负责又借表示 团队对于游戏的最后期望,是能让玩家在游戏结束后 拥有回味无求的体验 为了让玩家确保这个体验,所以团队才决定不推出续作 日本著名所有开发商Sigames,宣布将捐助AIM医学研究所 帮助他们进行AIM药物,以及血液蛋白AIM研究 这间研究所,主要是负责开发猫用的药品,帮助猫延长寿命 看来我嗑的精,是对社会有贡献的啊 那我就可以嗑多一点了,嘿嘿 Epic Game Store终于公布了成就系统 官方表示,这个系统不仅仅是展现自己游戏成就的地方 同时还是玩家和朋友之间可以互动的一个空间 除了会展示游戏进度以外 玩家也能通过这个系统,来了解朋友的游戏进度 以及了解他们的游戏情况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游戏新闻讲一下啦 没想到我克德金竟然被拿去救猫啦 果然不管是在哪里都有猫奴的存在啊 喜欢这次的影片的话可以按赞、分享 以及订阅我们玩游戏的YouTube频道 开启小铃铛以获取最新的资讯哦 我是卡申,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Armed咱们说� приех 请不吝点赞,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